全國大串聯 國民黨推反萊豬公投連署 突破四十萬份 沒想到卻傳出考試院 打算修正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宣傳公投案 換句話說 中央公務人員 可以宣傳萊豬政策好棒棒 但地方公務員 卻不准宣傳反萊豬公投 不管蔡政府是不是封住全民的口 除了公投在野黨罷免萊豬立委 正式啟動綠軍吳思瑤 首當其衝 小朋友的思瑤姐姐 支持萊豬進入到校園的 不守護民意守護黨意 不怕他要罷誰 去年九月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來臺後 蔡英文隨後宣布開放萊豬 來因痛批 你光會逼全民吞萊豬 還誇口臺美關係空前的好 那臺灣為什麼買不到疫苗 疫苗進度落後全球 陳時中說好的疫苗 以託再託開放萊豬 反倒是請全黨支力護航 但國人吞萊豬 到底能換到什麼 民進黨始終不敢說 記者董宥峻 許國豪台北報導